5月,印度洋吹来暖湿的季风让冰雪消融,西藏虫草采蛙的最佳时期到了。 西藏林芝士京东边境派出所民警王峰,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。 在虫草采蛙期间,它时常会进入虫草采蛙点,为采蛙民众提供帮助和服务。 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, 去往虫草采蛙点的道路,大多是崎岖不平且蜿蜒曲折的蹒跚土路。 对驾驶专业出身的王峰来说,依然是不小的挑战。 来到休息点,挂上虫草采蛙点警务室的牌子,一天的工作也就正式开始了。 这个地方是我们派出所专门为老百姓鉴定的一个虫草采蛙点警务室。 因为山上没有信号,老百姓有些情况的话打电话也打不通, 所以来我们在这个位置鉴定了一个警务室,然后方便老百姓们。 午饭时间,王峰拿出准备好的罐头和自热米饭,与村民一起进餐。 在此期间,王峰会询问采蛙民众今天是否有矛盾纠纷, 如果有就趁此机会进行化解, 并向大家宣传日常保健知识, 希望在采蛙虫草时能保证自身的身体健康。 午饭结束,王峰会让大家尽快休息, 自己则留下来收拾掉所有的垃圾。 这里的生态环境很脆弱, 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们正常的挖虫草, 带不通的时间, 我来把这些垃圾收拾。 天色逐渐暗淡,王峰也即将踏上返城。 临行前,王峰都会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东西和话需要带回家里, 因为虫草采蛙点没有通讯信号, 进山后,村民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。 王峰希望通过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, 避免家人因长时间无法联系而担心。 我们的辖区老百姓真的很辛苦, 在海爬将近五千米的地方, 一挖就是一个月, 他们像这种情况困了以后, 就趴在地下, 瞇一会儿, 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, 随时有时候会下雪、下雨。 我们移民管理警察能为他们做的, 也就是时不时上来把我们派出所的一些压缩干粮, 红烧猪肉罐头带过来, 给他们改善下伙食, 能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行了。 虫草不仅是大自然给予辖区民众最宝贵的礼物, 更凝结着辖区民众脱贫致富的无限憧憬和希望。 京东边境派出所的移民管理警察, 也将用自己的汗水和脚步守护这一份最真切的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